光榮家商太古队为卫生福利部基隆医院庆祝成立125周年院庆节目 由基隆医院院长林庆峰副院长陈维达以及秘书李林美 分别表扬基优以及资深医护人员志工等 并且启用减重整合门诊 我们基隆医院走过125年 特别是这几年我要非常谢谢王毕胜市长 他当时带领我们 其实我们最记得是那个宝瓶星号2月8号 其实前一天2月7号晚上 王市长就打电话给我说 建宏你名字10日的医护人员你就要去西安码头了 我说晚上10日点以后 我们的医护人员都在睡了 但是告诉大家我们使命必达 第二天早上9点一大早我们就到西安码头 完成2000多位的宝瓶信号 游客还有员工的裁剪 当天晚上 这个陈时中部长 指挥官就宣布所有阴性 其实那时候是一个台湾 这个一刹那之间松了一口气 当然防疫这一段时间 大家防守的非常好 特别要再次代表医院谢谢 我们所有同仁 第一线的医护同仁 包括卫福部次长王碧胜以及国策顾问童勇和市议员何淑平 以及陈怡等人都亲自到场祝贺 肯定在林庆峰院长六年来领导下 基隆医院在各项软硬体方面的进步 提供民众更舒适的就医环境 同时期免基隆医院继续努力改善软硬体设施 提升整体医疗品质 持续守护大基隆地区乡亲的健康 我这边另外也要代表疫情指挥中心 我以指挥官的身份 要谢谢这个基隆医院 林院长带领所有团队 在疫情之中给我们的协助 刚刚提到这个保评信号 那时候我想我们都没有忘记 但是可能民众有点忘记 我想那些任务 还有包括后来的这个机场裁剪的 种种的这些任务很多 都基隆医院都很圆满达成 我这边代表指挥中心要谢谢大家 从长照是重要 基隆医院都很重要 现在跟政府与中来加强 现在还不转变 要不然就把我们拗住 所以希望我继续落地 我没有建议跟你建议 建议 为这个改建的目标 不要再高充了 高充就高充就高充 我这最高充的 基隆市立委蔡适应办公室副主任余瑞伯 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旺年机要秘书 兰正宗以及卫生局秘书朱春凤 基隆市医师工会理事长王正旭等人 也到现场道贺致意 活动现场也特地播放 基隆医院125周年 怨庆防疫纪录片 爆发新冠肺炎疫情近三年来 全体医护人员使命必达 执行各项防疫任务 守护民众健康的付出 也让贵宾们肯定又感动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